大家早安 欢迎来到我今天的分享跟上帝的咖啡时间 最近专注一件事情对我来讲真的很难 因为有好多活动的部分 当有很多事情你在想 比如事工 个人健康 人际的关系 家庭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专注一件事情 直到最近我意识到 当我祷告时 很多次当我祷告 我好像觉得上帝没有在听我的祷告 或者其他人祷告 如果我叫他帮我祷告 上帝比较会听 因为他们跟上帝建立的关系比较好 然后最近我意识到过去最大的一个关键之一 为什么我不能注意到 我听到上帝的声音 是因为我没有把我全神关注的 关注着他 这个跟主的声音的竞争的东西太多 其实最大的声音之一就是我自己的声音 再跟上帝讲说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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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次在我们天父至心的灵修 诗篇八十六章十一到十三节 这是我需要时刻仰望主的祷告 也希望你可以有得到祝福 这个经节让我提醒到 我要我需要全神的关注着他 今天要用这一个几个经节当一个祷告 祝福你们 因为很多时候今天是什么让你分心的呢 我来念十一节到十三节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求你使我专心仰慰你的名 主依我的神啊 我要一生称赞你 我要荣耀你的名 直到永远 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 你救了我的灵魂 免入极深的阴间 我希望今天上帝的话语 可以触动你的心 你如果觉得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帮我按个赞 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记得按那个小铃铛哦 明天见 拜拜 拜拜